新的一年 也就是崭新的2022年 对于国拼女队的球员们来说 是相对平稳的一年 因为巴黎奥运会要到2024年才会举办 不管是国拼女队还是男队 即使有出征奥运会的主要人选目标 但是真正的奥运名单 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完全成型 因此 对于国拼的姑娘们来说 需要的不是只想着成绩上的突破 而是要再稳定的发挥 可能有球迷会说 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桐 包括没有退役的老将刘诗文 现在不是都蛮稳定吗 你还要他们有怎样的稳定性 在这里 我们要解释一下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稳定 我们可以拿王曼玉举例子 由于王曼玉在世拼赛上拿了单打冠军 因此在各方面的球迷和专业人士看来 肯定王曼玉会成为未来的巴黎奥运周期 女子单打的重要人选 也就是说 王曼玉在占据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单打名额方面 拥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 这种优势又不是完全百分百有把握的 也是一个动态的 变化着的 比如 当WTT世界杯的赛场上 他在对手杜凯琴把他当时拼赛单打冠军冲击 开始主动研究他的打法特点 并开始抓住他的劣势 主动出击 同时利用他对自己的球路不熟悉 让王曼玉在一番拧巴的比拼过后 最终输掉比赛时 他刚刚因为拿到式拼赛的女单冠军 而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也就消失殆尽了 这并不是说王曼玉就不出色了 而是说 在陈梦和孙颖莎都不输外战的前提下 王曼玉的这种失利 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也让他的式拼赛单打冠军有些黯然失色 从这种对比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 包括当中的刘诗文也拿到式拼赛女单冠军 并且曾经一度长期占据世界排名第一 但在那个阶段 可以说是刘诗文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都没争取到一个奥运会的单打名额 主要原因还是刘诗文的外战当中 输掉了一些不该输的比赛 当然 现在的王曼玉要比曾经的刘诗文个人技术实力更为出色 不过 国拼女队当中 即使在队内的比拼当中打得再好 出去和外协会的主要对手交锋 输一场比赛 就有可能把前面所有赢球带来的利好全部抹杀掉 因此 我们可以说 在国拼这个团队当中 女队大家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其实一直都是互有胜负 大家也是难分实力上的伯仲 在未来的竞争当中 特别是2022年的竞争当中 其实彼此无需过度在意互相之间是否会保持全胜 还是要在遇到外战机会时 尽可能保持全胜 比如王亦迪 已经进步很快了 实力上也不比三大主力王曼玉 陈梦 孙颖 沙叉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他排在靠后的位置 还是因为他稳定性不足 比如前一段时间还输给58岁的尼夏莲 可见 对国拼女队来说 谁更稳 特别是外战更稳 谁就在竞争当中至少不至于落后 在这个前提下 大家再去拼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 我们在这里 也期待国拼的球员们 特别是女队的球员们 都能以稳定的发挥 在2022年继续闪光